张颂文终于凭狂飙一夜爆火 但他最怀念那个陪他吃了七年苦 却没有等到他红的人 那个人已经离世七年 他又是谁呢 在2009年 被剧组拒绝八百多次的张颂文 因为交不起房租 搬到北京郊区的村里住 就在这时 他遇到了香港金牌经纪人赵玉德 赵玉德曾带过张家辉 舒奇等大牌 但因为欣赏张颂文的才气 决定从香港搬到北京 只带张颂文艺人 到北京后 张玉德动用自己的人脉 努力为张颂文谈戏 但张颂文要么不喜欢剧本 要么对角色的理解和导演不同 大部分都被拒绝了 赵玉德理解张颂文的坚持 从不逼迫他为前接戏 直到2016年 他才语重心长地说 颂文 你能不能积极一点 你都四十了 可张颂文却还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没想到赵玉德声音突然变大 你能不能为我努努力 我现在连房租都交不起了 这时的张颂文愣住了 因为七年了 那是赵玉德第一次坦白自己的窘境 他突然意识到这七年连累了赵玉德太多 于是一口气接了四部戏 并凭借风中游朵雨做的云小有名气 眼看着未来一片大好 可就在这一年 赵玉德突然因心梗突然去世 葬礼上 有四家经济公司来找张颂文签约 他都拒绝了 他说自己最苦的那七年 是赵玉德陪在身边 现在让我签别的公司 我做不到 他很怀念和赵玉德一起生活的时光 他在自家小院 在赵玉德最喜欢坐的那个位置挂了一只风铃 风一吹过 就像赵玉德身前一样和他唠叨个不停 后来张颂文渐渐名声大噪 他常穿上赵玉德生前留下的那件黄色夹克 参加重要活动 就像赵玉德也亲眼看见了这一切 或许生命中最大的遗憾 就是当你终于功成名就 曾经陪你吃苦的人 却早已不在身边 但也许正是那份深埋心底的情感支撑着留下的人 继续前行 家人们为重情重义的张颂文点个赞吧 关注悠悠 让你知道更多名人故事